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上在媒体已经吵了很长时间了 到11月6号 也就是下周二就开始投票了 最近特朗普在多个州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进行站台 民主党的前总统奥巴马也是在各个州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站台 那么美国媒体有称 说实际上虽然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没在中期选举的选票上 那么实际上这次中期选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两个人的对决 那么在今年美国媒体在评论这次中期选举的时候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看法 所以今年的中期选举没有很明确的议题 那么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对特朗普执政的一个投票 但是随着这个事态的发展 那么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实际上在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的运作下 这次中期选举的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么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有关移民的议题 那么大家都知道 前几天南美洲的移民 那么徒步向墨西哥进发 准备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 最早的报道说有五千多人 那么美国的政府特朗普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最开始派了五千士兵到美墨边境 那么最新的报道说 大约派了一万五千名士兵到美墨边境 准备等待移民这些徒步 想穿越 想穿过墨西哥进入美国边境的这些南美洲的移民 另一个就是特朗普提出了一个 要取消美国出生成为公民这样一种权利 那而这种说法提出来以后 遭到了一些批评 认为这是违宪 也就是说特朗普不能使用行政令 来改变宪法规定的这样一项内容 那么另外就是有关美中贸易 或者是中国这样一个议题 实际上也是贯穿在整个中期选举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首先我们看移民的议题 为什么特朗普提出了取消所谓的出生在美国就成为公民这样一种权利 也就是说按照美国宪法 那么就是如果一个人出生在美国 就自动获得了这样一种公民权 那这样一个宪法的修正 这个源于这个一位这个姓黄的这个华裔 那么他是在这个大概一百多年以前吧 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在美国出生 后来返回美国以后被拒绝入境 因为当时的排款法案 他的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 也没有绿卡 那么他就把这个移民局告上了法庭 那最后这个经过联邦大法官的裁决 认为就是说 无论父母的身份如何 只要这个人在美国出生 就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权利 那么所以这样一项修正 或者这样一项这个最高大法案的裁决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么很多人到美国生孩子 那么利用这样一个灰色地带 让孩子取得美国公民这样一个权利 那实际上不单是华人 其实在60年代 这个印度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这个移民 已经有这样一种做法了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有一种这个说法 叫做什么定卯婴儿 或者是空降的婴儿这样一种说法 那特朗普呢 为什么要执意要改变这样一项政策 那么特朗普的本意就是说 如果父母不是美国公民 或者父母不是绿卡 那么这个孩子在美国出生呢 也不能自动获得这个公民权 这是这个关于这个公民权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说 特朗普对于这个南美的移民大军 要采取一种强硬的姿态派部队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实际上呢在2016年 特朗普呢 之所以呢获得当选 那么很大一部分呢 很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呢 来自于他对于这种非法移民的强硬态度 那由于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态度 吸引了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保守 对这个共和党人也好 白人也好呢 出来投票 那么支持这个特朗普这样一个政策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时候 又一再这个强烈的表态 表示对非法移民这样一种强硬态度 那么是有这个 就是我认为啊 这个有这个吸引更多的这个选民出来投票 支持他这样一种这个政策 这样一种这个想法 就是说有选举的考虑 当然特朗普他不承认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美国社会呢 这个一方面是种族歧视呢 还是存在 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个非法移民的态度 因为这个非法移民呢 确实在这个某种程度上 为美国社会呢 带来一些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困扰 主要是这个犯罪 所以呢 这个很多这个美国的民众呢 对这个非法移民呢 持这个反对或者反感这样一个态度 那特朗普这种强硬 那么有可能的吸引更多的人来投票 支持这个共和党这样一种政策 也就是支持这个共和党 那么再看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 实际上呢这个中美之间或者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呢 是由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发起的 那其原因呢一个是贸易逆差 另外就是中国对于这个美国的知识产权的所谓的这个窃取 等等 那么呢最近呢第一传出这个特朗普 准备呢在这个 二十国会议上 也在阿根廷的这个十月份呢 会议上要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谈 原来呢只是个传闻 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儿得到落实 而且前不久呢这个特朗普与这个习近平通话 那么双方表示呢就是在贸易问题上要协商解决 那希望呢在跟习近平谈判的会谈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把这个贸易协定的形成 那么以平息这个美中这个贸易 那么回过头来看美中贸易 从刚开始特朗普政府这样一种这个气势汹汹 这样一种架势 那么一直到他放言 说是如果中国不妥协 那么对所有的中国产品进行征税 到特朗普这个表示将与这个习近平会面 特别是与习近平通话 这个态度可以说这个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我觉得呢这一方面点是这个中美贸易战 这样一个后果呢双方都不愿意看到 那么美国政府或者美国企业界呢 有强烈的反对态度 所以再继续下去呢 对谁也不好 特别是这个像这个最新的统计数据 这个商业部的美国商业部的统计数据 在9月份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呢 达到了历史新高 就说明这个贸易战呢 对解决贸易逆差呢根本没有作用 那么所以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 我相信他是看到了这一点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对于中国这样一种议题呢 还是容易呢激发起这个选民的这样一种热情 那么这个选民呢 由这个担忧中美贸易战的爆发 对于自己生活带来这样一种不变 或者带来的物价这个上涨 那么当然这个看到中美贸易呢 出现了一种这个 好像是有缓解 有可能解决这样一种这个希望 那所以呢很可能呢 会把票呢投给这个特朗普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呢 在这次中期选举中 那么移民的议题和美中贸易的议题呢 我觉得操作呢 应该还算不错 有可能呢 这次他的中期选举呢 加分 那么美国众议院大概有425个席位 改选 所以这个应该说 这个涉及到这个面呢 非常大 另外呢 这个在参议院呢 有33个议席呢 改选 另外呢 还有36个州的州长进行改选 那改选的结果是什么呢 改选的结果呢 这个正如这个美国主流媒体 所预测的那样 有可能呢 改变这个众议院 这个或者参议院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力量对比 那么也就是说呢 如果民主党呢 这个在这次中期选举 掌控了众议院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要对这个特朗普 这个通俄门等等 这些一些事情呢 进行调查 另外一点也可能 这个出现要弹劾这个特朗普 这样的这个一种可能 这民主党还缺23个席位 就可以在这个中议院 占主导地位 那么参议院的目前这个 虽然有这个33个席位呢 改选 但是呢 可能有50个席位 也就是共和党 这个所占的这个席位呢 这个票呢 就是这个位置呢 还是相当的稳固 所以民主党呢 很难拿下这个参议院 另外这次这个一个 这个中期选举的一个特点是呢 就是非常多元化 第一呢 就是女性 那么据统计呢 在这个参议院 以及在各州 这个比较这个 就是说这个高层级的 这个候选人当中呢 大概有270多位 这个女性出来参选 那这个是不是这个 和这个特朗普这个任命 这个大法官这件事 激起了女权主义 这样一种参政的欲望有关 这个还不太好说 另外呢 个别州的一些候选人呢 这个是同性恋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相对而言呢 这次中期选举 他的这个 当然了也不乏这个 少数族裔的候选人 包括华裔啦 等等 多元化的候选人 那么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 一种这个现实的状态 那么各方面呢 都要出来发声 要为自己的利益发声 所以呢 我想那个 这个 我们华裔 那么呢 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呢 这个 还是那句话 不管 投谁的票 都要出来投票 那争取呢 让这个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 听到这个 我们华裔的声音 那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